有一位立法會議員違反誓言的行為 令大眾市民非常失望 很多市民都問我 一個違反誓言的人士 可不可以繼續擔任立法會議員呢? 大眾市民都不認為 這是一件無聊琐碎的事 事實是牽涉到國家的尊嚴 牽涉到一個立法會議員 有沒有違反誓言 牽涉到我們立法會本身的規矩 也牽涉到有立法會議員行為不檢 這是很嚴肅的事情 由宣誓到現在這段時間 發生的多次在立法會 關於違反誓言的事件 都可以給我們一個很強烈的信息 就是香港是屬於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們是一個中國的地方 在我們的立法會裏面 是不能作出任何去侮辱國家的行為的 所以我相信以後這個 亦都會在立法會議員行為上的指標 我希望最後這個投票 會有一個合理的結果 一起來會議員會不是有一個很強烈的 和 恳光 什麽